大家好,我是未来之亲 李梅拉怀孕了,今天气色很好 咱们带着李梅拉一起出来逛一下 散散步 对孕妇的话,我觉得身体会很好 对宝宝身体也会很好 李梅拉带上了她姐姐的一个小女 咱们一起出去逛一下,然后买点东西 今天咱们给大家汇报的一个内容就是 李梅拉瞒着自己的家人和我私自结婚 他爸妈妈是知道的,还有他姐姐是知道的 但是他两个哥哥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两个哥哥不同意 所以就瞒着他两位哥哥 李梅拉就跑到了家的满都 我们就准备结婚 然后他哥哥的话,两个哥哥是坚决不同意的 然后他哥哥就骑着摩托车赶到了家的满都 找到了李梅拉 说李梅拉你要是结婚的话 他就报警要把李梅拉拉回家 坚决不同意让李梅拉和我在一起 要报警 然后李梅拉是坚决不回去 当时我和李梅拉在一个宾馆 然后他哥哥就找过来了 要强行把他拉回家 然后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了 头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 确实不知道如何处理 然后李梅拉就僵持在那里 李梅拉也不回去 僵持了十多分钟的一个时间 那时候当时在下雨 那我就进来大旧哥来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语言也不是很通 我只能找了一个在泰米尔附近 找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比较好的酒 比较好的这个餐厅 非常好的一个餐厅 咱们先吃个饭吧 有话好好说嘛 咱就去找了一个环境 西餐厅 找了一个环境 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好的 那对大旧哥的话 那我只能说是 好好招待 好好款待啊 因为大旧哥来的时候 也带了他姐姐的一个姐夫 他姐姐 他姐的姐夫和大旧哥两个人 还有我和李梅拉 那么四个人的话就去餐厅吃了一顿 想把这个事情好好解决一下 好好说嘛 然后呢 他姐夫的话就找了一个翻译 他姐夫有个朋友说翻译 中文非常好 一个翻译过来了 那我们就沟通了一下和他这个大旧哥 沟通之后的话 那个翻译直接是这样说的话 说这个大旧哥是无权干涉你们的婚姻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这个结婚 最后的话大旧哥也没办法 因为李梅拉的话 他就是不回去 这样就在那 那我呢就表示我的诚意吧 吃了一顿这个 我点了一份炸鸡 他点了几个西餐 点了一些甜点 总共是2800 但是2900尼币 然后呢翻译的话 我给了翻译1000尼币 总共是将近是花了4000尼币 4000尼币 大概人民币的话也就是230块钱 对我们中国来说的话 230块钱 230的话 那招待一下姐夫和这个大旧哥的话 我觉得都没什么了 对中国人来说的话 因为中国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那个餐厅还是比较好的 简单的吃了一个中餐 但是对于尼泊尔当地来说的话 200多块钱 4000尼币的话 相当于10天半个月的工资了 那相当于当地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豪华的 吃一顿 那都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我也尽量找一个比较好的餐厅 显示我的这个诚意 好好招待一下 大旧哥不要闹出矛盾来 不然直接把里面拉回家了 那就不太好了 而且来的时候非常的生气 杨杨就是要报警 如果不把他拿回家就要报警 最后的话通过翻译 还有他姐夫的劝说 也是看到了我的一个诚意吧 我也是非常想要和里面结婚 所以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所以他最终姐夫还有那个翻译不断的劝说之下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吃了饭 吃完饭 然后大旧哥的话就回去了 然后呢也就不报警了 刚来的时候非常的生气 非常生气 就是要强行把里面拉回家 最后一通操作下来 然后就 然后就回去了 然后我们就准备结婚了 但是呢 两位大旧哥的话 那当天 是没有来的 婚礼当天打电话过去也是没有用 两位大旧哥还是非常的不高兴 但是也就是说内心也就是默论吧 就是你们结婚吧 反正他们也不来 然后里面来的父亲是来了的 来了 然后过了一会就回去了 然后我们就圆满这个结婚了 这次我遇到的一个些小的挫折 希望以后的话会和两位大旧哥的关系 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今天这个小视频先坐在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我的视频 好的 再见